那里发生的恐怖攻击究竟是不是ISIS在幕后策划主导 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如果最后证实的是真的 这显示的未来西方国家跟它的战争将会全面的升级 甚至扩大也不一定 这也是一个未来最可怕的一个影响 其实讽刺的是就在昨天美国国防部还在大肆炫耀一个消息 说他们杀掉了一个人 这个是谁呢 你看看照片可能还记得 记不记得一年前 ISIS开始向西方国家透过媒体不断发布一些 他们杀害西方人质的影片 里面有一个人蒙着脸 不断扮演筷子手的角色 还说了一些吓人的话 就是他 后来媒体追踪证实他是一名英国人 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叫做圣战士约翰 这一年来 美国军方几乎耗尽了所有力量 就在追踪他的下落 终于前天他们找到了他 而且利用无人飞机跟飞弹 成功地把他歼灭掉了 美国军方发布这个消息 就是要告诉大家 美国人跟ISIS战争 美国最后终于会赢得胜利 但是今天再看看在巴黎发生的惨剧 世人恐怕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事实上这个激进组织 目前正在运用各种力量 向全世界证明 他们有在世界任何不同战场 发动战争的可能 就以最近在埃及上空所发生的 俄罗斯科技被爆炸掉的事件 当然目前俄国跟埃及还不承认 这可能是恐怖攻击 但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都认为 就是ISIS干的 包括今天在法国发生的事件 恐怕世人只会想到一件事情 这个恐怖团体如果再不解决 他们只会将霍乱带到全世界 你所有想到的地方 将来谁也不可能是安全的 从空中鸟看一大片黄土当中 远远就出现一堆黑色焦土 看起来像是飞机的形状 而在几公里外 还有类似喷射器的残骸 俄罗斯科加雷姆客机 残骸散步面积广达20平方公里 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坠毁的 警察说 Metrojet 9268 被冼上了一砍 埃及新纳半岛上的度假胜地 向武席客 拥有未来的天空 梦幻的黄昏 清澈的海水 七彩的热带鱼 就在游客身边穿梭 加上消费便宜 埃及有高达20%的游客 都来自俄罗斯 就当游客们在人间天堂 享受完美好的假期 10月31日 这架科加雷姆航空的 空中巴士A321客机 从夏姆希克 准备前往圣比德堡 但起飞23分钟之后 却急速往下掉 机上224名乘客 全数不幸罹难 其中还包括25名儿童 俄罗斯民众 以各式各样的玩偶 送他们最后一程 最小的罹难者是10个月大的小女婴 她在打击前才留下好奇看飞机的背影 没想到却是人世间的最后身影 乘客家属们面对突然的生离死别 难以承受 天人勇格的坠机悲剧让人比酸 但也有人对此得意洋洋 伊斯兰国随即出面宣称飞机聚毁的主持者 就是他们 还在网络上公布一段飞机失速的影片 画面中只见一架飞机不断往下坠落 机尾还突出了一条长长的黑烟 画面的真实性引发不少质疑 当时飞机飞行高度大约为三万一千英尺 以ISIS拥有的飞弹射程根本打不到 除了紧急暂停飞往下坠落的客机 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 政府通信总部 GCHQ 和剧情武处MIFI 与美国情报当局联手 分析在空难发生前 卫星拦截到的网络加密对话 显示ISIS分子将炸弹藏在托域行李当中 引爆客机 事实上过去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 就曾经多次试图在飞机上引爆炸弹 2001年有鞋子炸弹客 2006年有瓶装水炸药 2009年还以PETN炸药制作内裤炸弹 试图炸毁美国客机 2011年又出现所谓的印表机炸弹 藏在两架货运飞机当中 幸好通通被及时来劫 但专家认为 伊斯兰国的炸弹技术并没有这么厉害 应该是使用比较普遍的气压引爆装置 体积小不容易发现 而且不需要复杂技术 而坠基地点 埃及西纳半岛位于以色列和埃及边界 在地缘上相当敏感 圣经故事里 摩西带着犹太人逃离埃及 穿越西纳半岛 当地至今因为宗教和种族冲突 纷争不断 2005年7月当时全球头号恐怖团体 盖达组织就在夏姆希克发动 汽车炸弹攻击 至少造成88人上升 如今伊斯兰国势力也逐步在当地壮大 还用尖射型火箭打下 埃及军用直升机攻击埃及军舰 明年9月甚至于土质炸弹 攻击当地的美军基地 伊斯兰国炮火四射 连轰全世界各大强权 目前俄罗斯官方已经决定 未来几个月对埃及进航 在明年3月底之前 埃及航班都不会再复飞